哎,主体没有筋,我看到那个长江水,往下流啊,往下流啊,往下流啊, 不应该站在那个水里边,练水而上啊,练水而上啊,练水而上啊,要检查。 啊,它晃大晃大,而为什么这个左右晃呢?因为长江比较快嘛,它要把每个地站都要检查一遍,啊,每个地站都要检查一遍,拉往下检查啊,要保证,哎,长江底下也结实,啊,一般人家这么,哎,合理或者长江底下,哎,不会有什么问题啊,哎,但是啊, 啊,有的地方有龙的洞啊,啊,龙穿型的洞啊,哎,人家是意识不懂的,啊,平时也盖着,啊,平时的情况之下也是静态,但是呢,水呀一大,或者水冲过去的时候呢,有可能,有可能遇到这种,呃,龙洞的时刻,啊,有可能就,同平时不一样了,所以啊,必须应该很认真地在检查到,呃,每,每片,呃,每一寸的, 嗯,嗯,啊,这样子,啊,再认真检查,啊,检查完了,确保暗成以后,嗯,再开始,啊,处理大巴,啊,因为处理大巴,啊,处理大巴固寸当中啊,一旦有任何的意外发生了,人家就说,那 IRS,他受伤了,你看呢,嗯,就是因为,整的这个,这个太大巴才运出这个,意外了,所以要把这东西都要削除掉,所以啊, 不应该检查每一层的降级 又去不安全 好 知道了 再见